今天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家的心得可能都跟我差不多 我怎麼封關之前 海基電穩穩的指數上萬八 可是股票好難操作 難度真的很高 因為震盪幅度很大 而且抓不太到主流 不過最近有一個蠻明顯的趨勢就是 同班股跟小型股 我標的特別凶 可是要當心 如果說衝得太快 你去這個搶的話 一定要做好停利停損 強勢股不一拼手速快錢怎搶呢 最近五天的強勢股 包含了通路的上利 金彩科 海華 元泰跟昆盈 最近股價的表現都非常的飄悍 上利這個禮拜漲了30% 那金彩科漲了25% 就連昆盈這兩天發動的 這個以前做滑鼠的 電腦周邊股也大漲 那其他的題材 多多少少都有沾到一點AI 或者是這個 營收從股底轉型 或者是變好的這個意味 那另外呢看到這個 有一些公司因為漲太多 就被迫公佈字節嘛 12月字節全數虧損幾家 安股 美股虧0.25 富京通美股虧0.07 那今天就打跌停板了 榮群美股推0.29 化繡美股也虧0.11 搭上AI PIN題材 今天啊 這訊息公告之後呢 股價也受到一點壓力 但是呢 如果說消標股大家不敢玩 那神盾家族可以怎麼樣來做切入呢 神盾呢 展哥我們其實禮拜一就請教他說 哇這個族群或這個家族 神盾以前是老大 領著很多小弟 現在小弟長大變大哥來保護老大神盾 神盾還沒長完嗎 日開連五紅已經破了200元大關 神盾集團要看大哥還是追小兵 今天兩塊了 神盾集團我們請展哥追蹤 小標股的操作 在封關之前到底要怎麼樣來留意 如果真的想要玩的人 要怎麼樣小心自己的荷包呢 當然這幾天我們講海華嘛 但是我們先從大盤好了 昨天我們講說重點要觀察什麼 我們是不是說17956 那今天有沒有盤中 找盤 就是找盤而已 找盤稍微破一下就上去 所以其實還是算強 所以我們說守住17956要幹嘛 持股虛報 不要擔心 不用怕 然後今天其實幾個狀況 其實你看IP股還蠻強的 然後金融股 金融股強是什麼 我資金不知道去哪我先放一下 原來如此 概念是這樣 但是IP牆就代表電子還是主流 所以概念上我覺得不用擔心 但是這個地方從貴買指數 你看這裡昨天挑戰 錢高沒有過 然後今天就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代表什麼 市場還是擔心風吹草動 所以中小型股的人會怕 所以主力或者是資金上不去了 那我趕快閃 會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這就是重點 就操作上面為什麼 我們最近在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短線上面 像這個我們說我們做一段 然後做一段 然後這裡的再做一段 但是我們昨天也說我上去調節 對不對 概念上是什麼 就是短線你的獲利 其實你要彈性 特別是遇到什麼 吉拉 你遇到吉拉的時候 順勢做個調節 這種就割吉拉的股票 對 那你說調節一下 調節一下其實有利潤 你看我們這裡累積了三段利潤 你今天稍微洗一下 對我來講 我昨天也調節了 我就說抵單續爆 看你要怎麼玩 那我就不怕 因為你真的真的很慘 真的下來 大不了我就是沒輸贏 我前面賺的還是放口袋 所以概念上 這就是短線操作的重點 為什麼我們要提醒大家 一些操作上的技巧 概念上是這樣 那細節就回去複習 OK 然後再來 神盾我們是禮拜一講的 對 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 技術面強不強 強 技術面如果 它維持五日線 十日線都守住的話 我覺得OK 但是短線 你五日線稍微跌破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觀望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籌碼 對不對 籌碼我們又講 你要看什麼 外資 外資跟融資 對 所以就這幾個概念 那我們回頭來看 神盾在這個狀況 那時候我們那天講 我說五日線要守住 當天是守住的 後面有沒有跌破 沒有 那就是強 沒有問題 外資有沒有買 有 這兩天買 融資這邊是大增 昨天小條節還好 所以我說這種盤 這叫什麼 我們叫定位 我定位它叫做題材股 那題材股 你就是要 融資你就要注意 因為融資就是有 願意花槓桿來敲的人 這些聰明的人 願意開槓桿的人 那他如果還在 其實不用太擔心 那外資的話 外資我們本來就講說 這種當然真外資或假外資 我們不評論 但是客觀講 外資有時候就是看產業 那如果外資也還沒有明顯的退潮 那我覺得可以注意 所以複習一下幾個點 待會就考明君 一個一個看 短線是不是技術面 五日線 十日線 然後再來籌碼就是外資 融資 OK 那我們再看其他幾檔 訓捷 我們那天講完嘛 這一天是不是已經跌破五日線了 隔天是不是跌破十線 強不強 不強 就不強了嘛 對不對 然後外資其實小買 但是融資你看 一直跑 一直退 那你要不要買 不要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同集團 你還是要做個分別 不是大家一起強的 對 那我們再看安國 好 安國我們講完 五日線 五日線的守住 今天是跌破 但是你看 這籌碼有沒有徵兆 外資有沒有先退 有 外資退 但是融資其實是近 所以一進一退 那就是一震一副 一震一副可能會抵消部分的力量 對 所以這個就要考慮 這個就要考慮 那當然如果你說這兩天 我覺得五日線還是守住 你想買的 那今天跌破 你是不是應該要稍微試著調節 是 概念上還是這樣 再來這安格 其實也是 我們講的那天守住五日線 但是這一天 昨天就跌破了 而且五日線十日線一起跌破 一樣喔 你看它是不是融資在退了 所以這四檔最後塞完剩下誰 神盾 就剩神盾 所以神盾今天尾盤還拉上去 我們可以看一下江波圖 好 六四六二 OK 我們看一下 你看它的五日線是在多少 188 188.6 對 那今天早盤來要多少 190.5 它是不是還回測一下 五日線 所以如果你用五日線 當作一個標的的話 當作一個指標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抓十日線 178來當庭船 對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特別提醒 這種題材股 你敢做 對不對 要抓停損 你就是一定要停損 敢做就要敢停損 概念就是這樣 但是OK 這個地方從籌碼跟技術面的角度 然後再來 今天禮拜我們也很輕鬆一點 很久沒跟大家聊產業了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個 新股票跟大家認識一下 這一檔股票叫限關科 6906 6906限關科 那時候看到資料我來查一下 限關科是什麼樣的公司 對 看完之後還是一隻半隻 沒錯 真的 其實我看的時候 好像很厲害 對 但是到底多厲害 我們就慢慢跟大家講 第一個這個圖 我們不解釋看得懂 我隨便你 不什麼東西 這個 其實這是一個立體柱狀圖 概念上是這樣 那它是做什麼 這叫Kofmo 然後它的技術 就是做那個 用你的什麼 那個叫什麼 網路訊號優化 然後或者是小型基地台部署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回到5G的故事 其實5G很久了嘛 大家都知道5G跟4G比 本來就是那個播長比較長 所以距離比較短 所以5G的基地台要建的比較多 那過去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經驗 你4G訊號不好 我打電話電信公司罵 說那你地址多少 然後我們就回報他地址 會不會改善 其實會 但是要一點時間 以前是這樣 但是你看 他現在推出這個 其實不用 他就告訴你真正你的訊號 就說哪裡是熱點 哪裡訊號的狀況 怎麼樣分佈 哪裡收訊不好 所以其實電信公司 你要大量的建設5G基地台的時候 那我就跟你買訊息嘛 你就告訴我說哪裡我不行 哪裡我不行 哪裡要加強 哪裡OK了 就是這樣 就不用等用戶回報 對 這個差很多 好 然後再來 這個部分RealMotion 它在做什麼 用定位技術跟電信大數據 這個時候 那當然我們過去 有COVID-19的事情 我們是說 誰的什麼 那個確診足跡 對 那其實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那時候當然有說什麼 那個 不可其齒的地方 但是我看手機 看你的足跡 我就知道了 就知道你去哪裡了 對 所以其實你看 足跡這個東西 有什麼好處 我知道你這些人 你這一支手機 你在哪裡活動 那你在這裡活動 你是不是有相關的訊息 而且你可能是哪一類的人 或是你有什麼樣喜歡的偏好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從手機訊號 這是不是結合所謂大數據的概念 是 OK 那我們再來講 這家公司是什麼 它是2001年在MIT 創業競賽準決賽優勝 2019年成立的 然後目前 他說世界上有8億支手機 是透過現關科分析 有些數據是講說10億支 有些是講說11支 然後試占率達到20%以上 但是公司的資料是說大概35% 然後其他的客戶 你有沒有辦法 阿拉伯 印度 印尼 日本 新加坡 台灣 歐洲 澳洲 歐洲 非洲跟中南美洲 一大堆 所以基本上就是北美沒有 概念上是這樣 然後那中間我們講 我們以美國ATMT為例 像我們剛剛講4G的覆蓋 過往它是要10% 10%的狀況 他說你都要進行實地考察 什麼叫實地考察 譬如說我電話回報說這裡不行 然後你就派工程車來 工程車來 測試測試 真的不行 那我要怎麼加強 甚至我要跟鄰居談說 可不可以樓上給我放個基地毯 類似這樣 但是你看這樣是不是耗時耗力 而且大量的花費 你看每年費用是1800萬美金 再來你看5G我們講建設的成本 因為基地毯比較短 基地毯需要數量比較多 所以跟4G比也有多兩到三倍 所以簡單來講你看 我們從1800萬 如果跟縣官科簽約的話 5G專案平均收入是 5年500萬 一年100萬 那跟你原本 假設一年就是數百萬以上的話 是不是大量下降 對 跟縣官科簽約反而比較 成本比較低 多划算 而且你看電信公司 基本上在各國 基本上都刮讚 因為是公用事業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我簽完了 我就是付你錢 就是這樣 而且你會怕電信公司倒閉嗎 不會 可能 很難 不容易 可能不容易 所以我們再從數字來看 5G的滲透率 雖然5G講很久 但是你看 真的滲透率其實 還是在逐年上升的情況 所以原則上 它的潛在客戶可能會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概念 然後再來比較 它跟同業的競爭 原則上 目前看到的資料是說 全球是5家 那這裡舉了4家 我們看幾個角度 完整性跟定位精確度 然後要不要入冊 然後跟室內訊號的分析 跟全時段 能不能持續的做分析 我們一看 線官科全部都OK 然後這一家就有去了 定位也不行 入冊也不行 室內訊號一般般 然後全時段也沒有 那你到底在競爭什麼 它主要賞居然在北美 對 所以這一家 我就覺得 有點怪怪的 你現在亂的嘛 該有的東西全部沒有 然後算是競爭對手嘛 但是你看真的來比較的話 這一家還OK啦 只有第一個 完整度跟定位的精確度等等 稍微差一點 然後其他的 所以整個比較起來 我覺得線官科看起來 好像跟對手來相比較 其實也是有潛力的 對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現在目前大概是它基本的收入來源 就主要是電信公司 但是我們再延伸 當然我們先補充一下 大概111年的年報 看出來大概是98%大概是做這一塊 剛剛講的那一塊 但是你想 過去我們是什麼 油購啊 電話行銷啊 電信公司其實掌握了大量的數據 但是現在它不會用 所以現在全球廣告最大的是誰 AlphaBay跟Meta 對 所以詐騙為什麼這麼盛行 就是那個臉書嘛 對啊 所以臉書還跟我聊天 然後他還問我說 騙你 我做什麼股票 對 然後我做 就是假的你來跟你聊天 對 結果股票還很強 他還說那你接下來看到什麼 我說大哥你是老師啊 你還問我要做什麼 所以這很有趣啊 但是OK你看 我掌握了這麼多數據 那我後面要幹嘛 這麼多人的東西都在我手上 資料都在我手上 分析分門別類 我就做廣告嘛 對我知道你的足跡 知道你打電話給誰 知道你幹嘛 對不對 通聯記錄 然後你說電信帳單多少 然後你會去哪裡 然後重要的節慶在幹嘛 那你有這些的訊息 你看過往為什麼 那個Google跟那個臉書會這麼好 因為我知道你在網路上 你喜歡幹嘛 你搜尋什麼 所以我中間會推 適合的廣告給你 但是你看 你看這個是不是更真實的數據 對 我覺得有部分可以這麼說啊 所以你看這個部分 當然全球的廣告的佔比 藍色的部分是網路 所以當然這個是傳統媒體 傳統媒體在下降 網路在持續上升 這都是趨勢 所以你看電信商 早就已經在廣告市場已經被邊緣化了 對 但是你說有這些技術的話 有沒有可能再幫助它再回來 是 我覺得這可以注意 另外一塊 對 而且這一塊可能很大塊 對 可能很大塊 然後現況科當然是那個新IPO 沒有多久 對 那這邊前五天 這個是前五天 這邊以前是什麼 那個 那叫什麼 沒有漲跌幅限制 所以這邊開始進入正常化 那你看 沒有漲跌幅限制 這一天的高點 大概在197 197 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 那今天剛好回測到什麼 五日線 對 今天是跌回到五日線 對 所以等於是過高完的回測 回測如果跌到五日線 如果這197這裡還守住的話 那我覺得在技術面上 可能也可以注意 那你當然停水你就可以往下射嘛 抓個10% 因為這一根是漲停 所以漲停價也是重要的價位 所以我覺得操作的策略 跟整個他公司的狀況 跟他做個分享 所以當然今天我們也會在 我們自己頻道跟大家聊一聊 因為昨天有同學問我問題 就說 老師有些公司啊 他說其實好像不錯 但是沒有量 那可不可以買 那今天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其實你在操作上面 在投資上面 你到底是投資投機 還是什麼樣的思維 那你到底能不能操作這些股票 那當然包含近期短線的一些操作的技巧 我們都會在我們自己頻道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記得我們每天 可能白天或晚上都有可能 白天都固定 那個盤中有什麼狀況 或者是我們看到什麼好股票 其實現關科就是前天 因為我本來想要在技術本推薦 結果不小心就上去了 OK 所以大家記得還是要掃QR Code 好 沒錯 感謝展哥 今天在利用節目的時間 跟大家推薦一些 剛剛掛牌上 是具有爆發潛力的一些標的 的確今年 還是有很多的股票 有機會大放一彩 搭上AI題材 這個切入電信數據 未來做廣告投放的商機 怎麼樣來做掌握 同學們都可以跟展哥來聯絡囉 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繫方式 跟展哥來加個LINE 相關的節目訊息 跟展哥的節目的連結 都會在LINE裡面做分享囉 我們是一家合法投股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